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刹那间就过去了 今天在讲阔之前呢 我们先来分享一个同学 今天我先分享一下他的文字 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改天我请他到直播间来 用语音和大家分享 他听经感悟之后 他有一些特别的感受 他跟我留言 他说师父 今天在听你的道说六祖谈经 第十三集的时候 就出现了比较特别的感应 出现什么呢 就是他那个舌尖舌头 被一股很大的力量吸住 吸到了这个善额 舌顶善额 它是不自由的 不是自己 是里面有一种能量 感觉力量蛮大的 然后呢 他就顺其自然 然后再听一会儿 他就接受到能量 感觉这个身体呢 自己在那里动 自己动 他没有他自己没有管他 他自己在动 结果动了多久了 动了半个小时 然后最后就收工了 他说非常感恩师父和太医 救苦天尊的加持 请问这是很是不是正常的一个进步 这就是他的一个问题 现在我就做一个解答 这个就是在我们道教里面呢 你只要性命双修 每次听讲的时候 把全身的毛孔打开 鞋位打开 你能接受到 我在这个过程中的这种加持力 和我祈求太医救苦天尊的那种威德神力 那么你慢慢慢慢 你就越来越敏感 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就是它是属于从有为到无为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们早就说了 性命双修 这个道教的修行方法是讲的内动外进 另外一种叫做内进外动 就是第一种就是里面在动 能够感觉到里面的气急在发动 就像他这个舌头就被一股力量吸上去了 他自己很放松 在听经嘛 在感悟 这就是内动 里面有份力量 在推动他 外动呢 就是他里面是安静的 他安安静静在钻钻心心的 在恍息呼吸的在听 但是他的身体 不由自主的在动 一定是自己没有管他 他自己在动 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说明这个能量已经开始在他身体里边 开始运转 开始发挥作用 开始一步一步的向上走 将来只要坚持下去 他会有几种变化 一种就是如果是一个男子 他就有可能会慢慢的 练一套武术 就是他从来没练过 打个比喻 他从来没练过太极拳 他在这个状态下 他就可能打一套太极拳 他如果从来没练过少林拳 他也可能打少林拳 这是自然自动的 就是从有为到无为 就是在灵魂里面的作用 就是到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心愿意马就安静下来了 定进去了 然后呢身体也安静的 他里面那个灵魂的力量在推动 这个是以后很多 我相信我们很多同学都会到这一步 如果是个女子 他可能会跳舞 哪怕他过去从来没有跳过的舞 比如说过去宫廷舞蹈 那些皇宫里面的那些宫女 跳得非常非常美 美美美的那些舞蹈 很柔软的 甚至他可能跳一套外国的 比如说西班牙的舞 他从来没有看到过 他在这个状态下 就是在吸收能量 在修为的状态下 他就可能跳起来了 他可能跳风天舞蹈 可能跳异域风光 这个都非常正常的 这是好现象 一定要坚持下去 他就会能量越来越充足 就会这样 而且这个过程是非常好的 他会让我们的经络打开打通 身体一息隐藏 我们做的那种疾病就可能被排出去 排到体外去了 身体越来越健康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 我相信我们的同学会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 这个一点不奇怪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讲一下 今天我要讲一个名词解释 叫做随喜 随喜 这个只要是我们曾经学习过这个佛教或者是道教的同学们 他们对随喜应该是知道的 不陌生的 同学就是过去没有对佛教没有对道教的了解 那么他们可能对这个随喜呢 比较陌生 他们会觉得奇怪 就像我们每次讲课的时候 我会请同学们希望加持的点我头像下面的那个嗓子 做一个随喜 很多人他就觉得奇怪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他没经历过 他不懂 这是什么意思 他有疑惑 作为一个老师呢 就是要解疑惑的 不能解疑惑就不叫老师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解释这个词语 什么叫随喜 其实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 这个随喜是深如人心的 每个人都知道的 解放之后1949年之后 由于这个中国国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说慢慢的佛教道教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掉了 所以说大家不懂 改革开放之后的慢慢慢慢又出来了 但是毕竟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人不知道 所以说我们就做解释 其实在过去的一些很大的 作家 比如说鲁迅先生 他在很多他的作品里面 文章里面都写这个随喜 他有一篇文章叫做有一个热风 水感路41 他就写了 散若有了聚火 出了太阳 我们自然 心悦臣腹的消失 不但毫无不平 而且还要随喜赞美着聚火和太阳 因为他照亮了人类 连我都在内 这个随喜什么意思呢 就是看到外面发生了一件好的事情 我也 虽然不是我做的 我也表示高兴 表示愉快 这就叫随喜 随就是顺从的意思 喜就是喜悦 哪怕我没有参与 我看到别人 在 听了这个老师的讲话之后 感觉很受益 很高兴 他就在点击这个嗓子 做一个随喜 虽然我还没有感受到 有了第一次来听 他还不觉得这个课程 对他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呢 他见到这个现象呢 他生起了一种 喜悦 他觉得这种行为挺不错 因为为什么呢 师生之间 他是一个互动 老师他在传授一种知识 这种知识 比如说我讲一个小时 金刚精 你看着是很简单 一个小时 其实他累积了我几十年的这种修为 我对他的 性命双修的一种正确的解读 这个非常重要 他是 为什么呢 如果一个人他对这个金刚精 没有很深刻的修为 他讲给你听 你可能被他误打 反而不美 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随喜 鲁迅先生在 在呐喊秩序里面就说 我在这一个讲堂中 便去赏赏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货彩 我一样的 我在上面讲 我也希望得到同学们的回应 如果同学们觉得我讲得好 对我赞赏 对我货彩 那是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荣耀 最大的鼓励 所以说 这个随喜 他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词语 《红楼梦》第101回 第101回 他就写道 明儿还有一家 做好事 不知老祖宗高兴不高兴 若高兴 也去随喜随喜 这些都说明 它是我们深入在我们这个传统文化里面的一个根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很高贵的一个一个品德 随喜他在我们这个修道里面呢 他起什么作用呢 他主要是治疗我们这凡夫的一个烦恼 我们凡夫啊 有一个很重很重的烦恼 叫做嫉妒心 因为嫉妒心他大多数人他是与生俱来的 你去看看那些婴儿小孩子 一岁两岁三岁 你跟他谈吃 旁边给三颗只给他一颗 他心里面那个嫉妒心就会马上生出来 他就不高兴 这个嫉妒心对于我们修学那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 所以说在普贤菩萨的特别的 他专门有一个大愿叫做随喜功德 就是从里面出来的这些词语 他的源头 他讲的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嫉妒别人 我们应该进一步去了解别人 去知道别人的好处 哪怕这个好处我暂时还没有感受到 但是既然别人已经感受到 比如说有的同学已经感受到了 他做出来随喜你现在还没感受到 你不做随喜也可以的 但是你至少不要觉得要反观内照 看看自己是不是有其他的 比如说嫉妒心啊不好的想法呀 或者生起了一些阴暗的心理啊等等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容易把自己提升自己的修为 那么我们到扩堂里面就不容易学到真正的好的知识 这个在修行界里面它是非常重要的 在儒家学说里面这个叫做成人之美 成人之善 就是看到了一个好的事情 我也心里面应该是感觉高兴的 成人之美 如果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我做不掉不能去随喜 那么我在心里面发出一个欢喜心 发出一个赞叹 那也非常美妙 也非常好 就是要把我们心里面这种烦恼 尽量的把它去掉 去掉 尽心尽力的去帮助别人 看到别人的闪光点 不要老是看别人的阴暗面 这才是真正的随喜 有的人还很奇怪 他自己其实有那个力量 他不肯尽力去帮助别人 他不仅仅是单单的那种不嫉妒 他有时候 他不能容忍别人 在某方面超过他 他都不能容忍 包括同事之间都有这种人 如果就像前段时间 我就遇到一个同学跟我讲 他到了一个新的单位 就有一个过去的一个领导 现在他一过去就变成了那个人的领导 那个人就专门来和他作对 其实他对那个人没有任何的坏处 他因为非常的勤奋 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那个人更轻松了 但是那个人就是不高兴 这些都是人与生俱来的嫉妒心 或其他的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私心咋恋 我们既然修道了 我们学习传统文化了 学习辱 食道 我们尽量要反观内照 看看我们 有没有这种现象 如果有的话尽量把它变小一点 哪怕每天只变下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我们也在进步啊 所以说一个人听到一个好的事情 听到一个好的修行 我们要发出很高兴的很欢喜的 这对我们自己有莫大的意义 要随缘随处随喜 而且我们听到了一个什么好的知识 我们分享给其他人 这些都很好 所以说我很希望我的同学们 只要哪怕你有一点点进步 也进我们这个直播室来分享给大家 这些都是叫做随喜 这都是随喜这两个字的一个表现 它的意义所在就是 我们如果每个人都愿意把自己的好的东西分享出来 好的知识 好的感觉 好的进步 哪怕只有一点点分享出来 那么随喜的功德 就会像那个灯 一灯传百灯 白灯传千灯 灯灯相传光光相照 永不断绝 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美好 而不会越来越差 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 要学习道德经 要学习金刚经 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 人的 特别是我们国内的 普遍的 就是在 这个道德层面上 精神层面上普遍的比较频繁 我们需要 让更多的人来学习 那我们以后就不要担心什么 喝到了什么 有毒的那个奶粉 吃到了有毒的大米 永远不用担心 因为他品德提高之后 他不需要任何人去监督他 他自己就这样做的 所以说 法华经里面就讲 随起功德品 如来灭后 若有人因听经而发菩提心 随缘随处随力 为人演说 听闻着 又辗转为人演说 此人所的功德 大过于 以一切知据 不失四百万亿 阿珍底 世界的六道众生 又使他们修成正果 这个整个就是讲的 解释的这个随喜 随喜有很多种 一种就是物质的 他经济上 还可以 他每次做一点随喜 有的人呢 他经济上 没有那么好 他心理上 做一个随喜 觉得啊 我听今天 听到了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一个 一个 一个知识 我告诉我身边的朋友 建议他们都来听一听 这也叫随喜 随喜它分 很多方面的 只要我们 悯心自问 我们确实是 在利益众生 我们卫心无愧 那么 他最后这个随喜的功德 全部都会百倍千倍的 回到我们自己身体里面去 这是从灵魂层面就回去 这个不管是佛教道教 他都相信 都总结出因果定律 这就是因果定律 所以说 做一个解答 将来我会 今天暂时做一个这个解答 以后我会专门开一个 开一个课程来讲 这个随喜的展开来讲 今天讲的这个金刚经呢 是叫做第十六品 能进业障分 就是我们有业障 怎么把它清除掉 一方面 请太义旧普天真 来威道神力 一方面请师父 做道法 专门花很多时间 很多心血 来做 来练一些 特别的一些 咒 经 佛 来加持 另外一方面呢 自己本人 也要有方法 来把这个体内的 这些不好的东西 清理出去 包括 为什么经诺老师堵住了 要把它清理出去 这些都非常重要的 这十六品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小故事 这个小故事和我们今天的内容呢 有有有有关联 可以启发大家 这个叫做紫月之神 就是有一个人 在古代有一个人 他呢 有一天出门去 就在路上 遇到了一个女子 这个女子呢 背着一个包裹 一个人在路上奔跑 感觉比较费劲 然后这个书生 赶上去一看 是一个 十多二十岁的 很漂亮的一个女子 那么这个书生 过去书生呢 都爱美女嘛 他就比较爱慕这个人 他就说 想帮助她 就算你一个人天不亮 独自一人 赶路 会不会很累 这个女子就说 因为自己的父母贪财 把她卖给了一个有钱人 做小老婆 过去古代嘛 有这个小钱 那家的大老婆 就非常的嫉妒她 就每天早上打她 晚上也打她 她实在受不了了 就想逃出去 这个书生就说 我的家离这里不远 你如果没有去处的话 我可以暂时 在我家里可以帮助你 这个女子很高兴就去了 然后这个书生 就背着她的包裹 一起回家 然后这个书生 就把一个很好的房间 就让给她 让她一个人在里面住 这样就住了一段时间 有一天 这个书生就到了一个集市 这个古代的他就是有很热闹的商业节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商业中心 遇到一个道士 大家都知道 道士对这个灵魂 研究的是很深的 通过类单术 通过法术 通过画符练着等等 他一看到这个书生 马上就觉得不对劲 就问他你最近遇到什么没有 遇到什么人没有 这个书生说没有啊 什么都没遇到 这个道士就说 我发现你的整个周生啊 都有妖气 怎么说没有呢 然后这个书生还是不相信 说没有 从来没遇到 这个道士说真蠢了 世界上还有死到临头的人还不知道 然后这个道士就走了 然后这个书生 毕竟遇到这种事情 心里面还是有点半信半疑嘛 然后他就想 这个女子是半路遇到的 又这么漂亮 会不会是个妖怪啊 然后他又又想 这个道士是不是想 因为想骗饭吃 所以说就就怀疑这个事情 然后他还是关场回去 有一天他回去之后 他就没有进门 在晚上他悄悄的从那个仓库 向里面一看 因为过去古代的仓库 用纸扶上去的不怜悯 可以看进去 忽然吓一跳 因为他看到里面是一个 面目猙獰的 很可怕的一个魔鬼 整个面色是青色的绿色的 那个牙齿啊 清灭鸟牙 很可怕的 然后最可怕的是 他拿了一支笔手上 在那个床上 有一个人皮 他在画画 然后他画完之后 把那个笔扔掉 把这个那个人皮 像衣服一样 批在身上 马上就变成了一个美女 这个书生 看到这里 瞎坏了 马上静悄悄的 全身发抖 像狗一样的 慢慢的爬出去 爬出去 然后赶紧去找道士 最后找啊找啊 找了很久 不敢回家呀 然后在一个荒郊野外 终于找到了道士 这个书生 马上跪在他面前 请求道士解救 这个时候他相信这个是真道士 不是一般的人 有修为的 道士说 这个妖怪你让我把他赶走吧 因为他修行也是很苦的 他是为了找到替身 所以说我也不想杀害他 然后他就把手上的一个 道士都有 手上有一个浮尘 很多人不了解这个浮尘是什么 就是上面有一个 一个木头 下面就是那种很柔软的那种东西 他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浮尘真正的意义 是要扫掉我们心里面的阴暗面 包括扫掉我们的疑惑 扫掉我们见任何人都去怀疑别人 扫掉我们心里面那种小心眼 扫掉我们的烦恼痛苦 浮尘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每个道士一个浮尘 他把这个浮尘 用法术做了之后去交给这个书生 让他挂在 卧室门上 然后说第二天我们在 一个庙里面 那个门 道观门前相会 这个书生回去之后 不敢进书房 直接睡到他那个妻子的房子里面 然后把那个道士的浮尘挂在门上 过一会儿那个妖怪过来一看不敢进去 因为有道法他有感觉的 那个能量非常大 道士的能量是很厉害的 他有点害怕他就走了 但是过一会儿他又回来了 说这个道士在吓唬我 我总不能把嘴里的东西又吐出去吧 就是说这个书生已经是他想要的 最后把那个佛城弄得粉脆 然后进去把那个书生的 心挖出来吃掉了 然后这个书生马上就死掉了 这个时候他那个妻子吓得不得了 那个妖怪也跑了 然后这个妻子就去找道士 道士一听非常生气 说我本来很可怜他 没想到这个妖怪这么不懂事 走吧我去解救 他就去了 一看幸亏还没走远 最后找到这个妖怪 道士用他手上的一个木剑 一把有法术的剑 一亮出来 那个妖怪吓得不得了 动动弹不得 他追上去一剑 把这个妖怪的头砍下来 然后这个妖怪的身体全部化为浓烟 然后倒是用一个葫芦 把这些所有的浓烟全部装进去 盖得连连死死把这个妖怪收了 然后看到地上就剩了一个人皮 但是呢这个书生已经死掉了 这个妻子非常悲伤 就请道士帮忙 道士说我没办法 我只能杀掉这个妖怪 但是我不能起始回生 但是他指点一下 有一个疯子你去找到他 他就找到疯子 这个疯子非常脏 有点像谁 有点像那个技工 技工就是这个风格 就是穿得很脏的一个 一个乞丐 然后不断地坐见他 最后这个因为要救人 跪在地上 他打他他也不走 这个疯子就说 实在受不了了 涂一口口痰 就说你把它吃掉吧 最后这个妻子就把那个疯子的 那个乞丐的 很肮脏的那个口痰就吃掉了 吃下去了 然后回家之后 那个那个疯子跑掉了 也不管他 然后一看 他的丈夫死得这么惨 然后又出去受了这么大的侮辱 吃了那个那个乞丐的口痰 然后非常悲伤 他就准备把他丈夫的尸体收掉 然后埋葬算了 也没希望了 结果在这收的过程中突然感觉非常的痛苦 我就不断的哭啊 哭啊 哭啊 哭到一定的时候 忽然想呕吐 最后忍不住 一下吐出来 刚好吐到他那个 丈夫的那个心脏那个位置 一看根本没有口痰哪有什么口痰呢 有一颗心在那里蹦蹦蹦跳动 他赶紧用手把那个地方把它封上 然后又用笋子来把它捆得紧紧的 结果过一会儿他全身就温暖了 第二天这个书生恢复了健康 问他他说好像做了一场梦 肚子有点疼 这什么故事啊 这就是聊在的画皮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很多道理 我们学了这么多金刚经学到第16品了 想想这个故事和金刚经有什么关联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欲望 因为他在路上看到一个美貌的女子嘛 被吸引过去了 欲望太重的话 有可能给自己带来无穷的烦恼 第二就是不要以貌取人 当他见到那个叫花子的时候 没想到他是一个真正的世外高人 天上来的一个一个神仙 他只不过用这种方式在游戏人间 所以说以后我们的同学看到那种很低贱的 哪怕我不能忍受的 我至少还是给他一份平等的心态 不要觉得那个人太讨厌了 身上发出臭气 不要有这种感觉 至少是平等的 有这个不要以外嘛 这就是讲的不要以三十二相见如懒 反复说 包括看到任何一个道士也好 一个出家人也好 不要看他穿的那件衣服 或者是形象的庄严 或者怎么 不要不要看这些 这些不重要的 随时可以变的 真正要看的是里面的 道士有没有道法 出家的人 他是不是有有丰富的这种知识 能不能给我们解决问题 解决疑惑 让我们修炼可以更上一层楼 除此须普提 若善男子善女人 受赐读诵此经 若为人轻贱 是人先示罪业 应罪恶道 以今世人轻贱故 先示罪业 即为消灭 当得 阿鲁多罗三妙三福提 这一段就是讲的 我们如果已经做人做好了 做一个善良的男子 做一个善良的女人 我们看到这部经典 不管是金刚经 我们不要死于际下 不要因为讲金刚经 就以为只有这一部经 不是这样的 还有很多很多的经典 只要是人类的智慧 修行的方法 我们如果得到了 我们要很认真的去学习 如果自己搞不懂 要请教善知识 请教老师 如果我们出门去 有很多人 亲见我们 瞧不起我们 或者骂我们 我们也 要马上明白 这是我们过去和这个人 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这一次他他讨厌我 他倾向我 没关系的 这反而就是把我们的这种 过去式的那种 两个人的那种 业障就 就剪掉了 剪去了 这不是什么坏事情 不要生气 不要烦恼 这很正常 而且一个人 不可能让每个人都觉得你好 就像那些伟人 很多很多的伟人 都可能被人骂 被人说他这样不好 那也不好 所以说我们作为普通人 我们更不要计较这些 不要管 如果我们真的做到 不要管这些 那我们就会 挣到无上的大大 为什么 说明我们的心 已经放下了呀 一个人能够把心放下 该放下的放下 该提起就提起 那已经修位非常高了 在星空上 所以说 虚佛提 我念过去 无量 阿真底且 于燃灯福前 得知 八百四千万亿 那由他诸福 除家供养成事 这个我们 也不要死于居下 我们 我们就把它当成 子月之手 他就是在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他曾经 在很长 过去世上 转世不断的转 转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在他的师父那里 燃灯福 不仅然能发现其他的 否就做土地 不管是供养自己的物资 钱财 或者是供养自己的这种鲜花 或者是供养自己的食物等等嘛 各种各样的 他做一个比喻 就是说我做了这么多 供养 然后才慢慢的最后修到正果 它是一个很漫长 很不容易的过程 说明这种 每个人一定要坚持下去 学习任何东西 不仅是这种修到的 这种非常困难的一种知识 法门要坚持 一定要坚持 要听下去 就是你任何人间的这些事业 就是人间的一门学问 你要把它搞得非常好 你也得坚持 就像那一科学家 工程师 为什么现在讲工工匠精神 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特别是中国人 很佛造的 非常非常心不安定的 就像一下子抓住一个金娃娃 或者是一口吃成一个胖子 他没有那种沉淀下来 慢慢的不着急的 就像我看着我在讲这个经 我修炼了多少年了 我从六岁开始几十年 就这样慢慢修过来 你必须沉淀下来 你最后才会发光闪亮 现在为什么讲工匠精神 比如说最厉害的是德国 你看看 德国就是工匠精神了 他的那个造的那个汽车 奔驰宝嘛 都是做工是最好的 而且现在我们大家都在用那个 高铁之类的 德国这方面的工艺是最好的 那么我们中国人现在也在做 比如说小米啊 华为啊也在 就是要精益求精 就这个意思 我们在学习 道法 一样的 必须坚持 再坚持 再坚持 然后说下 若否有人于后 末世 能受赐读读诵此经 所得功德 于我所供诸福之功德 百分不及千万亿分 乃至数数比喻不能及 修复提议 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后 末世 有受赐读读诵此经 所得功德 我若据说着 或有人闻心计狂乱 福仪不信 修复提 当之是经 不可思议 果报仪不可思议 这个是那个佛陀 他在告诉我们的 后面的这个徒子徒生们 包括我们现在在讲这个东西 这一套非常宝贵的法宝 这些知识 我们不要妄置菲薄 我们真的信仰了 我们去学习了 我们要按这个方法去做 那么我们得到的功德 连佛陀他都不敢 全部说出来 因为说出来 大家不相信 心机狂乱了 因为太好了 因为这个金刚经真的 大家听明白之后 这个信工就 就圆满了 当我们信工圆满之后 我们在修炼我们体内的精气神 在修炼体外的日月星 那么我们性命就双修了 今天有一个同学说 性命双修还不太理解 那么我就 讲了 现在就让大家理解 这个信工呢 就是让我们的心性呢 不是外界的干扰 就是外界任何的 发生了再大的地震 你都很 就是说 很安静 你虽然有智慧 懂得现在该怎么做 怎么做怎么做 但是你 不慌不忙的 按这个方法再做 不像别的人 没有定力的人 一下就慌了神 大了一片空白 不知道怎么做 如果能做到泰山崩溢前而设不变 或者是 外面 道德经讲的宠如若惊 就是有一个长官 对你一般 很平淡 忽然有一天对你特别好好的 太过分了 你就 心里面一经一经的 心脏不断的跳 这个叫做 受宠若惊 就是你受到的那个上司的宠爱 你反而有点害怕 觉得这个上司是不是 另有用心 别有用心 他害怕 这个其实就是信公没到 信公到了就是说 我很平静 很平静 就像那个扶水一样 很平静 这叫信公 就是我们的 心意识变得很平静 不是外界的干扰 命功呢 是指的我们的能量 我们的能量具足 我们就像那个火箭 信公就是我们把这个火箭 造得非常好 非常完美 命功就是火箭那个能量 我们把能量放进去放进去 然后一点火 轰冲到天上去了 这就叫性命双修 我们就可以冲出三戒 不在五行内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这第十六品就是讲到 我们只要安下心来这样去做 做布施 做水洗 把自己的不好的运气 随着这个水洗出去了 把我们的这种嫉妒心 把我心里面那种不正当的这些贪心啊等等 贪心不仅仅是指的钱财 也有对异性的贪心 比如说有的人男子 他对女子有不正当的想法 或者是女子对男子有不正当的想法 这两方面都是属于不正当 道教是很人性化的 这叫性命双修 第十七品 就是我们修到最后是一个什么状态的 道德经就讲了 叫做无为 金刚经这里讲的就是无我 尔时须菩提白福言 世尊 善男子善女人 法阿鲁多罗三妙三菩提 云活映诸 云活降福其心 就是我们怎么安放我们这个心 我们才能修到最高境界 就这个意思 这就是那个女主 李东斌的那个白志明讲道 将心唯不唯 其实就解释了怎么降福这个心 我们要安放在不同的地方 福告须菩提 善男子善女人 把阿鲁多罗三妙三菩提 当之如是心 我应灭度一切众生 灭度一切众生 而无有一众生 使灭度者 回顾虚不提 若菩萨有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极非菩萨 他就在反复在推 推展 让我们的思路跟着走 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从 低层次 一步一步的向高层次 就是我们这个很纷纷复杂的这个七年一马 怎么安静下来用的方法 其实他就是在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要想着我要把这些所有的众生把它灭度 让他让所有的众生安静下来都安静下来 这样我们听众现在同学们 专心在听 没有其他的想法 然后身体上有感应 身体动起来了 有的人前后动起来了 或者是左右动起来了 还有呢就是某个地方比较背上忽然一股热气冲到头上去了 有的人肚子里面发热 有的人他某一条筋脉不断的跳动 大腿内斗 小腿有一条筋 蹦蹦蹦蹦不断的跳 跳很久 这些都是我们能感知的 但是呢我们没有动念头 就是我们不会想这什么回事 我们不想这个 我们只是知道 我们像一面镜子 我们能照亮这个整个世界 镜子可以看到反光吗 可以看到各种景象 但是我们心还是专心在听 这就我们就就进入了那种降伏其心 如果我们真的降伏了其心 我们脑袋里面不会有这个想法 如果我们有这个想法的话 那么我们有这个想法的位置 就是若菩萨有我像众生像 有人像有受者像 就是我们 换一个话说法 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身体有什么感觉 或者是听经的时候 突然脑袋里面想到 我明天要准备到外面去跑步 三点钟去跑或者是八点钟去跑 有一个朋友 后天有个朋友约我出去要去喝茶 这叫什么 这叫众生像 如果你都没有生起这些念头 你就要做 没有众生像 这就已经降伏了我们的心 就这个意思 然后进一步推 访问 就是 当年嘛 在燃灯福那个地方 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得到这个无上的正道 有没有呢 不已 是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具体的方法也在 像流水一样的变化 就像同一条河里没有相同的水 你看着它 比如说长江 你今天早上就看了 明天早上看 你感觉是一样的 你仔细想一想 真的今天早上那个水 是昨天早上那个水吗 不是的 早就流走了 流到下游去了 我们一定要理解这个 修行之法 它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但是我们要抓住中心思想 中心思想就是 用我们这个智慧去观照 我们的这个不安分的这个心 是不是能定下来 然后我们是不是性命双修 把这个能量练得非常的充足 当我们比较今天出去 消耗了能量 我们要想办法去采集天地之气 把它补回来 要懂这些方法 所以说如是如是 学佛体音实无有法 如来得阿如多罗三妙 就是没有具体的一个死的固定的方法 可以得到无上的正道 但是你说真的没有方法吗 肯定有方法 怎么会没有方法呢 比如说我说的 你去想身体好 你想一颗 你去找到一颗白脸以上的大树 你想办法和它发生感应 这就是具体的方法呀 但是你说是不是这个方法 比如说你找到一颗大树了 这个大树将来要死掉了呀 如果你僵化了 你说必须是这颗大树 换一颗大树行不行呢 换一颗大树也可以呀 比如说500年之后 后人出来了 他也想这颗大树 他就想另外一颗当时的那颗大树了嘛 这颗大树有可能死掉了嘛 这就是说我们要懂得变通 不要死在这个巨下 一定要把这个变通搞懂 这才是正法 只要慢慢的 人就僵化在那里了 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金刚经的争议 若有人言 如来的阿鲁多罗三妙三菩提 虚菩提实无有法 付到阿鲁多罗三妙三菩提 如果有人说这个如来得到了最好最好的 已经正了大树大物了 其实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法 得到这个大树大物 而且大树大物之后 他也不断在变化的 他没有一个固化的东西 就像为什么说上善若水 水最接近于道 为什么所有的经典讲的全是各种各样的比喻 因为如果不用比喻的话 大家就会僵化在那里 因为我们的文字不能彻底的把这些表达出来 表达不完 没办法 但是又要传法呀 所以说叫做言语道断 但是毕竟这样反复说反复引导 有一部分人 他是上根器 他可能忽然就开悟了 另外的人呢 可能是要慢一点 中根器 但是他坚持不懈 到了某一天 他也开悟了 还有一些人呢 比较迟钝的 但是呢 他非常非常的坚持 最后 今生要结束的时候 他一样的 非身上见 被神仙揭去了 一样的成了神仙 永远不在轮回痛苦之中 四个佛说 一切法无我无人 无众生无受者 须不提 若菩萨 做饰演 我当 庄严菩萨 是不明菩萨 可以够 如来说 庄严菩萨者 即会庄严 是明庄严 须不提 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 如来说 明真是菩萨 前面说的这些 都是要告诉我们 我们只有 不僵化在这些词语下面 这些文字下面 也不要僵化在一个具体的事情上面 不要看表面现象 不要看 外面的 比如他们说的 那个佛的 那个极乐世界很庄严 描述的非常非常庄严 我们不要看这个 金刚宁说的 你如果看那个 你就不是菩萨 就不是神仙 神仙 七十二变 哪一个是真的是他 一定要搞懂这个 要看本质的东西 看里面灵魂的 而不是这个世界的 这世界会坏掉的 庄严也会坏掉 但是灵魂 它不会坏掉 它可以升级 最后不生不灭 所以说 只有通达无我 通达道德经说 说的叫做 无为而无不为 这才是最高境界 一体通关分 这个名字很有意思 什么叫一体呢 就是很多人把这个众生 分得很开 这是你的 这是我的 这是他的 金刚宁第十八品就告诉我们 这个你的我的他的 其实我们都是一体的 当我们到了法身那个境界 迟早有一天 我们修修修到一个法身 最高境界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这些所有的众生 都是一体的 按现在的我们曾经提倡的一个自理国家 它叫做什么 在这这个世界啊 变成了地球川 变成了什么 命运共同体 其实就是从这个 金刚体 这个金刚精第十八品 一个道理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比如说我在这里讲 我做师傅 大家在下面听是做同学 其实我们私生之间也是一体的 我们要共同的把这个传统文化 把辱世道 把道教 我们要发扬光大 让更多的人知道 我们其实是做的同一件事情 不分离我不分彼此 我们都是平等的 而且我们的同学 肯定会有些同学 根据非常好的 最后一看 清除于难而生于难 他虽然是在我这里听到的 最后他还超越了老师 都很正常 都是好的 但是我们是 就是说命运共同体 虚普提 云云云云活 这就开始解释了 为什么我们是共同体 如来有肉眼波 如是 世尊 如来有肉眼 肉眼就是我们这个普通人的这个眼睛 就是叫做肉眼 肉体的 身体的 虚普提 云云云活 如来有天眼波 如是世尊 如来有天眼 天眼就是我们修到一定的程度 我们的天目鞋打开 就在印堂这个地方 当然不是每个人 有的人 他的天目 他的那个能看出去的那个天眼 他在手板心的 有的人在脚板心 有的人在那个肚脊眼 都有 西游记里面就有 有一个人全身长满了 很多很多的眼睛 法力无边的 一个妖怪 最后生物风把他没办法 虚普提 云云云活 如来有慧眼波 如是世尊 如来有慧眼 慧眼的比天眼的又不一样 天眼是直接看到天上的一些 发生的事情 慧眼就是他可以这样推背图一样 他可以知道过去未来的一些事情 这叫慧眼 他有一定的智慧 分辨能力 就像我们人拥有的慧眼 智慧 那么你将来再去看 各门各派 你没有这个门府之间 但是你能知道哪些人的境界到了什么状态 哪个老师 大开你在心里面大开知道他在这个状态 他在那个状态 这都叫慧眼 虚普提云云云活 如来有法眼波 如 法眼呢 又不一样 法眼就是他不仅能够知道这个世间的所有的这些 过去未来他能分辨一些事情 而且他对这些 各种各样的道法 各种各样的宗教的这些修行方法 他有特别的这种能力去辨别出来 这叫法眼 而且法眼他对这个世界就有所改变 就像我们为什么 世界的很多的运转 所以说我们只要星辰进入那种很深的状态里面 我们的灵魂能够打开 那么那个能量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灵魂里面 而我们的灵魂 他本身就有很大的能量 叫做自足 他有这个巨足的这种状态 就像六祖堂金说的 他就可以把命运全部流转 全部流转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道教也鼓励同学们以后可以许愿 什么叫许愿呢 这是道教特有的方法 就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非常困难 好像靠我自己的能力做不到 我就可以 在我们的道法里面 在主事业面前 我就许愿 如果这件事情能办到什么状态 我会怎样怎样来还愿 如果达到什么状态 我会怎么样还愿 这叫许愿和还愿 许愿之后一定要还愿 这样说的神灵不可 欺骗 你想想一个人如果他在神灵面前许的愿 他都不去实现 比如说有的人说我这笔生意如果能做成 我这个疾病能治好 我这个运气能转好 我就会 给这个神仙再数金身 再数金身什么意思啊 那就有可能是几百万就出去 给这个他要花这么大的一笔钱 有的人当他真正成功之后 他就他就后悔了 觉得哎我少少少 少给一点给神仙 这就叫做连神仙他都敢欺骗 这种人你你觉得他会事业成功吗 不可能成功 他的活作伙伴他肯定要欺骗的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将来我要 收徒弟收弟子 我们看到 包括我师父就告诉我 其实最重要的就主要看一点 就是有没有善根 是不是他天性就 有的那种善根 他是他是上一世带过来的 有善根的人稍微点化一下 就可能开发出他的智慧 而有智慧聪明的人 不一定有善根 最可怕的就是那个聪明人没有善根 他会制造灾难 制造战争 制造杀人武器 这些都是聪明人的 你看希特的 他不聪明吗 他可以轻松从一个民间 一会儿上去做了整个国家的元首 你说他不聪明吗 但是他不善良 有用吗 他只会给这个世界带来灾难 随着我们以后 道教 收学生收徒弟 传授真正的秘诀的时候 只看善根 有善根就会有智慧 有聪明 没有善根 这种人多了去了 太多了 一点不稀奇 但是有善根 看起来 有点老实那种人 那是真正的 得道之人 那可能修炼了很多事很多事 才会变成这种人 就是看起来好像很老实不聪明 但是他对人非常善良 天性带过来的 他不是有人教他这样做 他就这么善良 这才是真正的好根性 如来有福远 虚佛提 余异云火 如横火中所有杀 佛说是杀不 如是是尊 如来说是杀 虚佛提 余异云火 如一横火中所有杀 有如是杀等横火 是诸横火 所有杀 苏世界如是宁为多国 这个他层层地境 其实就是说的 比如说我们长江里面是不是有很多杀呀 对有很多杀 那么我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少种世界呀 就杀这么多种世界 所以说以后建议大家听我的那个道德经 我在这个金刚经里面没讲 我在道德经里面会讲 为什么会讲 讲那个星际文明 讲外星世界的治理 讲外星世界的那些人 会讲一些 讲到不多 会讲一点点 是因为那个道德经里面 就是当年的脑子 他就描述了 外星高级生命 比人类高级的多的 他们是什么生活的 他们是怎么治理国家的 就讲了这些东西 所以说我在那里面会讲 而金刚经因为讲的是我们 降服我们自己的心 所以说我们讲 这个他每一个经典讲的重点 中心思想 我们要牢牢抓住 这样我们就不会出错 赤砖 佛告虚普提 而所国主中所有众生 若干种心 如来熟知 何以故 生结为非心 世民为心 这是金刚经的一个格式 就是否定之否定 有点这个味道 就是说 那些国土啊 三千大千事件 如来是不是知道他们的心 都知道 什么原因呢 因为如来看到的这个心 根本就不是我们以为的这个心脏轰轰轰在跳动这个心 他指的不是这个心 他指的是我们的自信真心 只要我们能深入这个自信真心 那都是一体的 所以说 神仙 天尊都知道 然后接下来这是最出名的一句话 我要做个解释 因为很多人有误解 这是我们听金刚经一定要在道教的思维里面做一个纠正 做一个提升 这对我们将来有好处 须不提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这句话太出名了 稍微对这个中国传统话有所了解的人 都对这句话了解 但是呢 都有误解 今天我就来用道教的上古修正的这个思维模式 来提升一下我们的认识 让大家未来能够生活的更加好 更能够处理 更有智慧 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它有一个指向 它是指的我们这个心源意马 我们这个心源意马呀 它随时在变迁 哪怕前一分钟我们想到一个念头 过了之后我们要回去就回不去了 所以说过去心不可得 就像你昨天做了一个梦 现在你说我要重新去做那个梦 就做不了那个梦了 这叫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每分每秒 它就像那个河水一样的从来没有停止过 我们的时间没有停止啊 我每说一句话 哪怕我静下来一句话都不说 那个秒针还在走呢 而且我们的科技继续发达下去 秒针下面还有秒针 秒针下面 这个是可以向下向 太极图已经说到可以无限向下分的 越分越小 现在量子科学也可以向下分 当然它也达不到 达到的话 达到道德经讲的话 那不得了 那科技不要多发达 未来心也不可得 为什么呢 因为未来心 比如说明年 我们设想明年 很多人 他计划明年怎么做怎么做 最后发现一个现象 叫做什么呢 计划没有变化快 就是很多人发现我的计划 很好很好 最后那个变化更快更多 所以这叫做计划没有变化快 这就是解释的这个过去解释的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就这样解释的 这个很有道理 也是对我们 对着我们的这种烦恼 对着我们的痛苦 是很有帮助的 今天我要讲的是道 道教的一个 对这句话的一个 一个很特别的 叫做过去心可得 现在心可得 未来心可得 很多人搞不清楚了 这怎么回事 不是前后矛盾的吗 其实它是这样的 我们人类啊 他分了很多GIT 很多GIT的 他每一个GIT看问题 有可能完全相反 不一样的 既然他们学物理学 我对物理学不太了解 就知道那个 刘顿的那个 他的那个经典 逆学原理 后来到了那个 相对理 相对论后面 就把它推翻了 不实用了 那个刘顿 他看这个世界是固定的 那个相对论 爱因斯坦 看这个世界是可以动的 是变化的 不一样的 然后到了量子泥学里面 又把那个爱因斯坦的 很多很多东西 把它推翻了 就是说你在每一个 某一个境界 它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 在金刚经所说的不可得 就是指的我们这个心原意吗 它是不可得的 变化不散 随时随便变 我们看这个整个世界 都在变化 沉住坏空 生老病死 都说明不可得 得不到的 就是你抓不住 但是当道教 继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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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到更高的境界之后 到了第36重天 它向下一看 发现 又有改变 发现这个金刚经讲的 这个过去心 现代心 未来心 都可以得到 而不是不可得 它可以把它颠覆掉 为什么呢 因为当进入了这个 更深的这个真心里边 灵魂最深的里边 就是深入到这个道的层面 它是恒定的 它是一个恒定的 来过去 不管是千百万年以前 千百万年以后 这个道有什么变化吗 没有任何过变化 道还是那个道 不会变化的 那个本源的东西 它不会变 变的是它生下来的 比如说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 生到三三生万物 这些万物在不断的变迁 这个金刚经要表达的 就是这个万事万物的变迁 我们人的心 这个就是这个 后天的这个心理状态 跟着这个外界的环境 不断的变化 变化变化 它是不能恒定的 但是我们回转回去 万物转到反到三 三反到二 二反到一 当一返回道 它是恒定的 不管你过多久 它都存在 都在那里 不变的 那么我们每个人 如果修为到了这个状态 过去心可以得吗 当然可得了 就是那个道啊 现在心可得吗 也可得呀 还在那里 道没有动过 为了心可以得吗 还是可以得 因为那个道 你再过多少年也不会动 所以说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是指的我们这个心念 随着万事万物在动 所以说不可得 得不到的 抓不住的 这个未来心 现在心 过去心 全部可以得到 我们大家认为 这是指的什么 指的道这个层面 所以说我们 要听这个 所有的经典知识 一定要完完整整的听 我们才能真正得到 如果我们要断章取义 突然听到某一集 我们就会错误的去理解它 就像盲人摸象一样 一会摸到尾巴 一会摸到左脚 一会摸到那个牙齿 一会摸到脑袋 一会摸到背 说法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我希望我们的同学 如果是突然听到我某一集 请马上返回去将来 从第一集开始听 全部听完 不管我讲哪一种 你都希望 从第一集 一直听到最后的结束 这样你得到一个全貌 会开发智慧 会最后让自己的修为 达到一个过去 自己不敢想象的状态 因为这是 道教五千年 一万年这样 代代相传下来的智慧 道教是正处于正法时代 他和佛教不一样 佛教因为 佛陀当时就做了预言 正法时代 相法时代 末法时代 刚好我们这个时代 就是末法时代 所以说不管是你 学道 或者是你要学佛 都建议 进入我们道教的正法来学习 这样我们得到的真东西 可以马上受用的 意义重大的 今天到这个课程 开示 就基本上圆满了 最后我们念第四九品 法界通话本 须佛提鱼云火 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 以用不识 识人以识因缘 得付多谷 如是识尊 此人因识因缘 得付甚多 须佛提 若福得有识 如来不说得福得多 以福得无故 如来说得福得多 这就是对于我最开始 给大家分享的随喜 这个就是 打句号结尾 这个金刚经讲的 这个就是随喜 布施分成了财布施 法布施 无畏施 三种布施 这三种布施 它不是像商业那样 比如说我去买一个东西 它有一个固定的价格 它不一样的 这个法是无上的 没有价格的 真正的修为的人 他知道这是无价的 可以说是最宝贵的 但是对一个他不学习的人 他不知道这个浓会的痛苦的人 他还觉得你这个没有什么用 所以说这个金刚经就告诉我们 如果有人他用三千大千世界的 就像现在地球上的这些 生意非常成功的人 比如说李嘉诚 他捐了一百多亿 他捐出去 他做故事 他的福德多不多 很多 但是如果他很沾沾之喜 他的心就停在这个捐出去的这上面 他的福德就变小了 但是如果他捐出去 他就忘掉了 他福德就非常多 所以说如来说 不所得福德多 因为只要你做的是无相不实 整个金刚经讲的是无相 无我无为 真正做到了 那这个人超出了六道轮回 按道教的说法就是超出三界外 欲界色界无色界 独在五行中 金木随火土完全控制不住你了 已经出去了 这不是指望我们的肉体 是我们的原神 就是灵魂里面的升级吧 好的 我们来一起念一下天尊的名号 就结束了我们今天的开示 希望大家坚持下去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坚持下去 不断的听经赶入 不断的站桩打坐 包括早上 如果你醒了 不想睡觉了 你可以把这个课程拿来听 早上我告诉大家 是一个阴阳交替的一个地方 是最容易感应的 很多人出现 出现那个 我的灵魂飞出去 见到了 很大的无边的那种 大海 都是在那个凌晨的时候 那个时候最容易感应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那个时候听一下 太一救苦天尊 大慈悲 他已救苦天尊 大慈悲 他以救苦天尊大慈悲